哎呀丑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溜达 嫂子呢 哦嫂子在家看孩子呢 真你朋友啊 小子艳风不浅了 哎他跟你嫂子可比不了 行回见啊 哎 刚刚我明明就在你身后 为什么说我在家 你看看你这样子 天天头也不洗妆也不化了 那脸油都都炒盆菜了 不知道的还没有平时对你不好呢 莫莫老板今天怎么连饭都没做呀 哎老公 我今天先买的裙子怎么样 口红色还适合我吗 你别说这么一打扮确实挺好 哎不是 你今天连家务都没做完 在这儿瞎打扶什么呢 我打扮成这样 让你在家也能赏心悦目 不好吗 漂亮的女人是不需要做家务的 厨房那么热 对皮肤不好 莫老板 我跟你说的这张学我明天要穿 怎么还没穿 老公 你发现我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什么变化不就涂了个口红吗 你没觉得我今天变美了吗 行了别显摆了 这两天也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 衣服也不洗家务也不做 你不是嫌我不修边幢给你丢人吗 我这不是想办法变美让你开心吗 我是想让你打扮的好看点 可是你不能不做家务啊 我知道了 你是既想追求面子 又想要理子 这样不好吧 你看宋哥家老婆 人家生完孩子这样打扮的 漂亮来那的 宋哥带出去别提多有面子了 为什么别人可以 你不行呢 那你知道宋哥家里有月嫂有保姆吗 你知道宋哥老婆多久买一次衣服 做一次死怕吗 别人可以 是因为他们家有人依靠 干活有人代工 人家带孩子只是乐在其中 而我 我需要承包咱们家所有的脏活和累活 我还要天天忍受你的挑剔和不满 这 这不是都老婆应该做 没有什么应不应该 你记住 但凡是为家庭全心全意付出过的女人 身上难免会有男闻的油烟味 嘴里难免有几句牢骚话 没有女人不暧昧 我们只是在权鸿利弊之后 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位 不要理所应当享受着我的付出 因为我这不是欠你的 而是爱你 我也可以好好投资自己 我也可以像你羡慕的那些妻子一样 打扮得跟花一样 可是 你给我这个条件了吗 Olamin,Olamin,Olamin Is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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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